慈禧驾崩之日就是光绪离世之时 在慈禧和光绪帝去世前的四年 就有人预言了他们的结局 光绪三十年 清朝外务部右侍郎武庭芳 与日本宫室内田康哉见面时 内田就曾问武庭芳 如果皇太后驾崩皇上会怎么样 武庭芳回答 宫廷里的人都知道 皇太后驾崩之日就是皇上获齐之时 内田康哉还表示 到那个时候希望能够救出皇帝 让他免于此难 四年后预言真的应验了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驾崩 享年三十八岁 第二天慈禧太后驾崩 享年七十四岁 年龄相差三十六岁的两人 去世的时间相隔不到二十小时 由于这个死亡时间太过接近 光绪帝之死引起了识人的广泛怀疑 律使胡思静记载当时的情况说 德宗就是光绪帝 先孝卿 这个是慈禧的嗜好了 德宗先孝卿一日崩 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 外间分传李连英与孝卿有密谋 于询问内庭人员皆为罪不敢言 就是他不相信事情会有如此的巧合 虽然胡思静没有任何证据 但是他说内庭人员皆为罪不敢言的话 已经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了 所以慈禧不会让自己死后 光绪皇帝重新掌权 并且把他之前的政策 全部推翻的那一天出现 一定会在自己死前解决了光绪帝 这是当时朝廷内外都心照不宣的事情 他说内庭人员皆为罪不宣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